讲第10个单字percent 各位要留意的percent这个字呢 一定是一个复数 一个复数的数字 再加上这个percent 百分之多少这个单位 它是要跟复数做搭配 它会有数字在前面哦 好 所以我们看课本例句 according to 这是个介细词片语翻译成根据 根据后面加上名词 study 根据一个研究显示 20%of the student 学生有那么多 学生有这么多 那这些学生里头呢 百分之 假设有100个学生里头 就会有20个 就是百分之200 百分之20 百分之20的学生呢 20%of the student in Taiwan 在台湾100个学生里头 会有20个 他们会don't eat prefer 他们不会吃早餐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因为这个20 百分之20 它是个复数 它是个复数 所以这个主词也是复数哦 那动词呢 动词或助动词 也要记得用复数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percentage percentage 这个字后面加上age 变成另外一个名词 叫百分比 百分率 这个字很特别 它跟上一个字 percent 它跟上一个字呢 他们的用法完全不同哦 它是名词 这个也是名词 但是这个字 percent这个单位 它前面可以加数字 那这一个呢 percentage 这个字 你可以看到我萤幕上面哦 后面有帮你注记 这个字 它前面不会有任何数字 不会有数字 跟这个percentage 这个百分比 百分率 这个单字一起用 它会怎么用 我们看一下英文解释 它只会用程度 用形容词 所以呢 in Taiwan 在台湾 有很大比例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没有任何的数字 很大比例的 我们会说a very large percentage of a very large percentage of teenagers today have cell phones 它说呢 今日在台湾有非常大的程度上 你看用形容词 有非常大的百分比的teenagers 各位有没有看到 teenagers 这个青春期的青少年 那就是因为青少年是复数 这些青春期的青少年 百分之这么大的比例的青春期的青少年们 他们都拥有 主词是复数 所以我们动词也用复数 各位留意一下 就看它后面这个主词 主词呢 是后面这个字 the teenager 由这个主词来决定 如果这个主词是单数 我们动词就用单数 那这边是复数 我们就用复数 好 所以有一个很大比例的 这些青春期的人 他们是复数 他们都拥有了 cell phone 拥有手机 好 percent percentage 再来第十一个单字 叫train train 这个字我们之前杂志有学过 就叫做潮流 我们看例句 它是一个gradual 它是一个gradual 逐渐的一个改变 that cause a particular result 因为它是个逐渐的改变 就慢慢的cause 就造成了一个particular 特定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会说它是个趋势 它是一个潮流 那这个train呢 当作是趋势潮流的时候 它的同一字就叫做tendency 跟fashion tendency and fashion 我们看课本给的例句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or increasing trend toward doing something 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偏语翻译成一个逐渐的 逐渐的我们之前在第一课第二课有学到叫growing 成长的也可以用这个字increasing 好所以there has been最近一直以来 has been翻成一直以来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逐渐增加成长的train潮流 对于什么呢 对于这个字用toward toward是介细词 toward是介细词 这个toward是介细词 所以对于什么样的事情 介细词后面要加名词或bng 这里就说ing going toward going to work by bicycle 现在很多人by bicycle会用搭乘脚踏车 借由这个脚踏车这个工具 go to work去上班 那对于这种搭乘骑脚踏车去上班 这个toward的train对于这种潮流 它是一个growing trend 它是一个逐渐增加的潮流 好我们要留意哦 再来第十四个单字叫customer customer customer是someone who buy your goods 它是一个人他会买下你的货物 或者是买下你的service 你的服务的我们就叫做顾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Mrs. Nelson Mrs. Nelson Nelson小姐is our biggest 哦他是我们最大客户 the biggest customer the biggest customer she has bought a lot of things from our store 他已经买下了 这里是一个完成式 has加上PP 他已经后面加上PP 完成式 他已经买下了很多东西 from our store 从我们的商店里头 所以she is our biggest customer 最大客户 customer 第十三这个单字叫complain complain 客户都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有抱怨的时候 complain这个字 我们就动词 to say something in order to show your dissatisfaction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是满意 那this dissatisfaction就是不满意 所以你讲东西是为了ingolded to 表现出你的不满意 我们就叫做complain抱怨 课本给的例句呢 beer complained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过去式 就是一个规则的话 后面加ed beer complained that beer抱怨了后面这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我们看这个子句 the mass exam was too difficult 好这个beer呢 抱怨说这个数学考试the mass exam was too difficult 太困难 好 那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用法 就是complain当中名词的 你看我们这边complain complain这个字呢 字尾如果加一个t 字尾如果后面多一个t 多一个t变成另外单字 就是名词 就是抱怨这件事 那我们先看它课本的例句 他说the customer the customer made a complaint about the restaurant's food 好 他说这个顾客 他做出了一个抱怨 什么样的抱怨呢 有关 有关这个餐厅食物的抱怨 提出抱怨 做出抱怨 就可以用这个片语叫 make a complaint about something make a complaint about something 换成提出抱怨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现在学到的这个用法 用到我们刚刚上一句 除了用动词用法 complain的 我们还可以说 beer made a complaint about the difficult messages 他做出了 他提出了一个抱怨 有关这个困难的数学考试 这样做是因为他才会 他或他不会be her 不会受伤 我们就叫警告 好特别给了例句 the doctor warned Eva to stop jogging because her knees were very weak 好这里有几个单词 第一个重要的动词片语叫 warn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警告某人去做某件事 警告某人去做某件事 warn someone to加原V the doctor warned 这个医生警告了Eva小姐 to stop 去停下来 停下什么事 停下来跑步动作 stop jogging Jogging是慢跑 警告他慢跑这件事情 你要stop stop it 把他停下来了 原因是因为because your knee 因为你的膝盖 ware very weak 你的膝盖已经非常的脆化了 非常的脆弱了 再跑下去很危险 这叫warn 那这个warn 如果后面加ing 变成名词叫warning warning warning当名词是警告 那我们看他的例句 Kelly give Peter a warning about the dangers of smoking 好给某人一个怎样的警告 对某人发出警告 片语叫 give someone a warning about something give someone a warning about something 你发出了一个警告 给这个人一个警告 有关什么事 有关的dangerous of smoking 对于抽烟的dangerous dangerous是名词 有关抽烟的危险 他对他提出警告 那我们也可以用动词来改写 Kelly warned Peter to be aware of the dangerous of smoking 这句话就可以改写成 警告某人去做什么事 好所以我们把这句话改成我们动词用法 Kelly warned Kelly warned Peter to to后面加原V to be 那他警告他去留意 小心 小心叫be aware of 所以Kelly warned Peter to be aware of the dangerous of smoking 凯莉警告Peter要去留意抽烟的危险 好第15个单字叫force force force 当作名词叫力量 当作动词就叫强迫 你可以帮自己写在旁边 根本没有给我们这个名词的用法 force 当作名词是力量的意思 你可以用联想法 force 是力量 那当作动词就是你发了一个力量出去 那是强迫某人去做某件事情 force 是力量 force 强迫的意思 就是你make someone do something 你让某人去做某件事情 那这个是he or she doesn't want to do 他不想做的 但你逼他去做叫force 所以Tom's parents Tom的爸爸妈妈 force Tom to practice playing the violin every day 每天爸爸妈妈都会强迫他去做什么事 去练习 play violin 弹这个小提琴 every day 好 所以留意这个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后面